8月21日晚杨幂获第11届CCTV MTV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一直以来杨幂的嗓音和唱功都受到不少的争议 有网友认为她唱每一首歌都像是在哭 嗓音也是让人听了想尿裤子 更是曾经被香港媒体现场抓包假唱 对此杨幂不但不道歉 反而为自己找理由称专业水平不足 但会努力提高自己作为歌手的水平 就假唱的水平也敢提歌手而姿 让不少音乐人士想跳楼 而如今又有幸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也是骂声一片 前快女评委丁泰生估计实在是太气愤了 在盛典结束后立即发了一条唾骂杨幂及歌迷傻逼的微博 杨幂能获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 充分证明了中国内地歌坛被一群什么样的人所把持 也充分证明了这种歌曲排行的傻逼浓度 更充分证明了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 恭喜杨幂恭喜第十一届CCTV MTV音乐盛典 如此专业的评委老师点评杨幂的歌曲 想必杨幂今晚会兴奋的睡不着吧 又或是觉得自己很成功 能爱情事业双丰收 那小编觉得你今晚一定得发个微博 好好庆祝一番 并带着你家微微好好享受这美好的时光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